那么这节课咱们来看一下VPN都有哪一些协议呢 首先第一个PPTP 它也叫做点对点随着协议 它的英文缩写是point to point turning protocol 缩写就是PPTP 它是咱们实现虚拟专用网VPN的方式之一 咱们的PPTP使用传输控制协议TCP 来控制咱们的通道来发送控制指令 以及它利用路由封装通道来封装点对点协议 就是PPP数据包已发送这个数据 这个协议其实最早是由微软开发的 咱们的PPTP协议规范本身并没有描述加密或者身份验证的一个部分 它依靠点对点协议来实现这些安全的功能 因为咱们PPTP协议内置 内置在微软的各个产品中 然后咱们微软在点对点协议站中 提供了各种标准身份的一些验证与加密机制 来支持咱们的PPTP 咱们的PPTP呢是支持通用的一个公用网络 就是说咱们的internet建立按需的多协议的这个虚拟专业网络 并且呢咱们的PPTP也允许加密的这个IP通讯 然后呢在跨越公司的IP网络或者公用的这个IP网络 发送IP头中进行封装 对其进行封装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实验的这个tube图啊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PPTP 这个点对点是个协议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原理啊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图 然后咱们的office 一机器 B机器 C机器 123机器 他们都是机器的内网机器 然后呢通过咱们的VPN 然后在互联网上去建立PPTP的这个隧道 然后呢这是在家里边 然后你也可以连接到公司的这个内网啊 这些协议大家都需要去了解啊 咱们来看一下下一个L2TP又是什么呢 咱们的L2TP啊 它叫做第二层隧道协议 它呢是一种虚拟的隧道协议啊 来咱们看一下 他的一些具体介绍呢 老师这里边已经给大家写了啊 然后大家仔细听我说啊 咱们L2TP协议啊 自身它是不提供加密 或者与可靠性验证的这个功能 它呢可以和安全协议搭配去使用 从而实现咱们数据的这个加密传输 通常与L2TP搭配的这个加密协议啊 就是咱们下一个 也就是这个 Internet Particle Security 这个就是一个加密的协议 当这两个协议搭配使用的时候 咱们就是用的比比较常见啊 咱们的L2TP啊 支持啊包括就是说 IP啊或者是振中计啊 在内的一些多种网络啊 咱们L2TP协议是一个 数据链路层的一个协议 但是呢 它在IP的网络中呢 它又是一个绘画层的一个协议啊 下面呢 这个呢 IP IPCC呢 Internet Particle Security 它是一组基于咱们网络层的 应用密码学的安全通信的一个协议组 咱们的IPCC呢 它不是具体指某一个协议 而是指一个开放的一个协议组 咱们这个协议设计的一个目标 它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在IPV4和V6的这个环境中啊 它为网络层的这个流量提供更灵活的是安全服务啊 在这里知道 它提供的是安全服务 咱们的这个IPCC VPN呢 它是基于IPSEC协议组而构建的在IP层实现安全虚拟 专用网啊 在这里 然后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啊 下面的这个SSL VPN呢 它是指基于安全层的一个安全套层的一个协议啊 Security Socket 然后啊 它是建立远程安全访问通道的这个VPN技术 它呢 已经就是说兴起很多年了 随着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一些普及啊 或者是外部的一些应用啊 它发展是非常快的啊 咱们的SSL VPN 由于企业功能强大和实施的一个方便性啊 用的越来越多 并且咱们市场上的VPN品牌也越来越多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啊 就是说一低成本 二高性价比能够实现用户的这个远程访问的这个需求啊 来咱们看一下 咱们的SSL协议又是什么呢 SSL协议啊 提供了数据的这个私密性和端点的一个验照 并且啊 信息的一些完整性的一个特性 它呢 SSL协议啊 有许多的一些子协议组成 并且呢 还是可以去独立应用 因此呢 任何一个应用程序都可以享受它的安全性 而不需要理会其他的一些细节啊 这个就是说咱们VPN构建的一些协议 咱们都要去了解啊 然后啊 典型的这个SSL VPN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 就是OpenVPN OpenVPN啊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源软件 咱们的PPTP啊 主要为那些经常外出移动或者家庭办公的这些用户考虑 就是说你经常出差 或者说经常在家晚上要干活 而咱们的OpenVPN呢 主要是针对企业异地两地的这个分公司的VPN不间断的这个按需连接 就像你上海和南京的公司都想连接北京的这个总公司的这个内网服器一样啊 就像咱们公司的ARP在企业中的一个应用 然后 这些协议啊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知道每一个是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OpenVPN的一些介绍啊 在这里边呢 OpenVPN啊 他允许建立VPN的单点使用预设的这个私钥和三方证书 你呢通过什么来验证呢 需要你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来验证 他大量使用了咱们的OpenSSL的一些加密库和使用的这两个协议 咱们OpenVPN啊 在Linux和FreeBSD还有MacOS XBSD等等啊 都可以运行 他不是基于一个外部的一个VPN 也不是与IPSEC及其他VPN软件兼容啊 首先咱们看一下他有什么特点呢 一隧道加密 二验证 三网络 隧道加密呢 他使用了OpenSSL库的一个加密的一个数据与控制的一个信息 那么他验证方式是什么呢 他提供了多种身份的一个验证 用于啊确认参与连接双方的身份 通过什么呢 包括咱们的这个设置的一个预想的一个私钥三方证书和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这些都可以去验证身份啊 三咱们的OpenVPN的网络又是什么呢 OpenVPN所有的通信啊 都是基于一个单一的一个IP端口 并且呢 默认且推荐使用他的UDP的一个协议去通信 同时FTCP也会被支持 咱们的OpenVPN连接能通过大多数的这个代理服务器 并且能够在Nite的环境中很好的这个工作啊 咱们的OpenVPN还提供了两种虚拟网络接口 首先首先啊 一通用的这个信息的包地址包括啊 咱们看一下 首先他的驱动 然后啊 通过建立三层的IP隧道连接 或者建立虚拟二层以太网 他的后者啊 是可以传送任何数据类型的二层以太网数据类型 传送的数据啊 可以通过一些算法去压缩啊 咱们的OpenVPN啊 使用通用的这个网络协议 TCP和UDP的这个特点 使它成为IPSEC等协议理想的替代 OpenVPN在企业里边用的是最多的啊 在这里边 咱们看一下 需要注意的就是啊 两个加密隧道之间的这个网络状况 如果高延迟或者丢包较多的情况下 请选择TCP协议作为这个底层协议 因为UDP协议啊存在着无连接和重传的一些机制 导致咱们要在隧道上层的协议进行重传 效率也非常低 这个TCP和UDP的区别同学们自行券了解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OPPN的一个安全呢 OpenVPN它与生俱来具有了许多的这个安全特性 它啊能在咱们的用户空间去进行 无需对内核及网络协议做一些修改 初始完毕后啊 它就可以去运行 它放弃root的一个权限 在这里边也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 也是企业里边用的最多的啊 这个openVPN 然后这节课啊 大家需要掌握什么呢 老师刚给大家讲了这么多 首先你要知道VPN有哪一些协议 第二个呢 你在企业里边你选择一些什么去 什么工具去进行你的VPN操作 然后要了解一下VPN的一些原理 也是咱们上一节课去讲的 请同学们仔细的去看一下 每一个协议的这个网络 TOP图啊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全面了 Site A Site B 两边的路由中间公网 后边是咱们的 你可以是你的办公网络 也可以是你的生产网络啊 希望同学们好好去看一下 这些课都是概念性的一些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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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